来 把舞台交给我们五位大厨 今天觉得是大开眼界 五位大厨同时操作 有五道招牌菜我们都可以品尝到 一会儿我们会给到我们选手时间 去近距离观察每位大厨他们操作的过程 我今天这道菜叫酱汁味 用两种不同的酱汁去搭配羊排 一个是很基础的酱 花菜它经过水煮 经过长时间的烹饰 是能够被消化 被分解 一个是高阶一点酱 让蔬菜能够跟辛香料去做结合 白胡椒 黑胡椒 豆腐 冰箱 绿线椒 橙线椒 焦果 这道菜叫富贵花开 酸汤桂鱼 对刀工和调味都有一定的要求 是我们云南过桥米线的这种创意 单着客人的面一焦就可以了 冷水下锅 汤的味道 酸啊这些一定要浓一点 因为那个鱼里面是没有任何味道 用干的酸木瓜和新鲜的酸木瓜来调汤汁 出来的这个酸味呢会非常的润烤 就是这种酸和辣的这种味道 总在鱼里面它会很柔和 我这道菜是公报虾球 是在传统的公报鸡蛋的基础上演变了来的 虾四层油温器炸定型 出来之后七层油温 让它打到外面是脆的 里面虾的爽挺 然后堆一个碗芡 糖 醋 酱酒 香油 盐巴 碗芡 酸甜四口 舌测中红 味噬利滋 我这边做的一个肉粽烧饱蟹 口味相对来说重一点 这配了一个素蟹粉 它就是土豆泥打碎的时候 一定是颗粒加密的 这里面有个汁 我们就叫蟹料 一定要放到锅里熬出来的 大量的姜 加糖 加盐 姜味煮出来过滤掉之后加米醋 因为米醋它淡淡的那个香味 是正好配上去 我今天做了一道割饮释放客 希腊八方菜 割腾四宝 炒作菜改变过来的 把那个海山豹鱼 猪筋 香菇 浪在鸽子里面 这样的时候一定要使鸽子润味 鸽鸽子不能有腥味 在定型的时候我们直接在上面放气 下面放气就把鸽子直接流出来了 上浆我们都是上的是玻璃鲁壳的浆 上浆的时候一定要慢慢上掉 慢慢风干 我今天是用脆皮炸出来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 低温泡 高温抢皮 这就达到金黄 我现在就要炒了 这个菜跟传统的不一样 传统的一定是最后下汁 但是这个必须要先下汁 要把它包出不辣的香味 然后再喷汁 这个汁下锅之后 要快速让它收笼 之后才能倒虾 不然的话盐度不够 可以等着芡 芡我都兑好了的 锅里面都兑好了的 老师是加了奶油吗 线奶油 淡奶油 然后腰果 腰果就这边煮好的腰果 腰果一定要煮软 腰果的作用在于勾芡 所以你腰果的多少 取决于你酱汁的脑度 为什么要过筛 因为你有很多辛香料 辛香料的口感 有时候在嘴巴里面不是那么舒服 过筛之后跟没过筛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由于烦恼师他做的东西比较复杂化 比较繁琐 运用到这样子很多 而且也需要时间跟火候去做 我们也是加一支的问题 好薄啊 因为要切的不薄的话 一会烫不熟 看这个都可以切 切这么薄你可以吗 我我觉得我可以挑战一下 可以挑战一下 对因为我看 王高老师那个鱼片已经可以透出手指的眼 对 来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好薄啊 王大厨说了 8到10年的刀工可以做他这道菜 羊羊在旁边露出了微笑呀 这个搭的时候尽量给他还是搭的分开一点 要不然接缝太多的话 一会汤烫不熟 嗯 刘大厨你这个螃蟹吃先炸一下是吧 对对对 炸蟹的时候不要去炸的太过 就是7分钟到8分钟保持它的嫩度 经典的里面呢我是有改良就是加了肉粽 这兵杰做不了 羊羊感觉很难 虽然说刚才的一个动作啊 没有10年工底搬不过来 那也不一定 真的 你要把这个天制好的一年就能就能搬好 上姜上三面姜 三面姜它分别了多少时间啊 要推干它 这是一道需要用时间来沉淀的菜 对对对 整个出谷 非常重要 这个骨子一泡了就烙气了 140度泡 人家在气氛 用这个量的不好 哇 出锅了 有些颜色还可以 对吧 拉莫酒拉莫酒 哇哦 这下面是盐是吗 对对 哇 这才有有人间烟火味 无师傅的这个量鸽子 从来没吃过没见过 都没听过 所以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这一下给一点油 水色红亮吧 红某墙 毫无保留的 给他们做了沟通 好嘞 蓝大厨已经完成了他的招牌菜 帅大厨已经完成了他的招牌菜 所以我会用很好的 有些什么 那是我的 这一切就不被你打托了 这一切就不被你打托了